诗篇第八十一篇 你们当向神我们的力量大声欢呼 向雅各的神花生欢乐 唱起诗歌打手骨 谈美琴与色 当在越说并越旺 我们过节的日期吹角 因这事为以色列定的律例 是雅各神的典章 他去攻击埃及地的时候 在约瑟中间立此为证 我在那里听见我所不明白的言语 神说我使你的肩得脱重担 你的手放下筐子 你在极烂中呼求 我就搭救你 我在雷的隐秘处应允你 在米粒巴水那里试验你 我的名啊 你当听 我要劝诫你 以色列啊 甚愿你肯听从我 在你当中 不可有别的神 外邦的神 你也不可下拜 我是耶和华你的神 曾把你从埃及地领上来 你要大大张口 我就给你充满 无难 我的名 不听我的声音 以色列 全部理我 我便任凭他们心理刚硬 随自己的寂寞而行 甚愿我的名 肯听从我 以色列肯行我的道 我便数数制服 他们的仇敌 反手攻击 他们的敌人 恨耶和华的人 必来投降 但他的百姓 必永久长存 他也必拿上好的麦子 给他们吃 又拿从盘石出的蜂蜜 叫他们饱足